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看得到他的用心哦 终于等到第三集成会的当天了 现在到了现场 让我们去找找一下看 在哪里 我们来找一下看 有个高级的阶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 不够的 糟了 在街上 有些全球哪里 这些人会怎么办 很多人都会摆动 你知道 这个在哪里 在哪里 今天这里的场地会不会觉得特别有格调很有feel 加上外面的天气又是阴阴的然后很爽朗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今天这位新人的歌声和他的形象 就是给人非常舒服的feel 说的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2010年马来西亚乐团的才女Alison李善的这位新人的记者会 那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人时就觉得这位新人的不管是他打扮还是发型都很有性格 然后回家就听了他的这张首张个人专辑 觉得真的是很做自己 然后就是很坚持的在这繁华的城市里 他就要表现出一种比较自然不做作很简单的音乐 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然后他的歌声也是不做作的 那整张专辑的词曲都是由这位新人Alison他自己包办的 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我们一天忙碌下来过后 有可能遇到一些不满的事情 像是那个老板啊给很多工作啊或者是大塞车啊 然后回家听一听Alison的专辑呢 我觉得可以抒发你的情绪发泄一下 那我之前遇到这位新人时 我看到他的眼神就觉得 为什么好像有点忧伤 然后眼眶好像有点泪水 我想说这位新人要发片了 怎么会这么忧伤呢 结果呢在聊起来过后才知道原来在制造这张专辑时呢 他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一波接一波 然后就是好像很dramatic 很多事情都在发生 所以我就把它编成了今天就有四部曲 南傲四部曲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曲 第一部曲呢就是他在拍摄主打歌赤房的时候 他们整班人一大早就去到Brogar Hill 去到那边就要开始爬山 爬山啊听说他造型是还一手包般的 而且这张专辑呢很特别的是 它的封面呢有四个封面 就是说你拉出来过后呢 可以自己再换封面 OK 封面呢有黑白还有色彩为主 专辑中的那些歌曲呢 说的都是我们城市人的生活呢 还有我们城市人 欢迎Allison Allison 然后 Hello Allison 来 欢迎这边 这边 Hello Hello 服装刚才看到是新娘吗 是 有点出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是正式嫁点的音乐 大喜事 大日子 对说应该来 因为当初我是以很单纯的方式去做这个专辑 那没想到应来是那么在做一个歌手是没那么的容易 那么要经过很多很多的那个一波一波各种不同的挫折 对对要去面对 同况我又是个比新人还新的人 那么还好呢 在我 都这次的专辑包括封面的设计都是你自己的一个概念 对 全部都是一首八八 包括MV找的地方也是自己去找 那么MV也是跟很多的导演都都讨论过都很可惜他不成 那么这下歌曲里面我的专辑里面都是不同的气氛 这首翅膀是主打歌 因为我想要 它的里面的含义是 就像我这样子 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算遇到了什么挫折 什么困难 都要去克服 就像她的牺牲一样 那我真的专急呢 也是很有 很有纪念价值 对我来讲 说到不简单呢 我们继续我们的南逃 现在来到了第三部曲 第三部曲呢 就说到经纪人的问题 接下来的遗憾呢 就是我这个原本 锁定的8月23号 我的发片日 我选的日期 真是 应该是开心嘛 但是这个日期呢 就是我跟我在一起的 心爱的狗狗 跟我在一起12年了 去世了 然后我的专心的 每一首歌可以说 她都听过了 所以我唱每一首歌 我会想到她 对 就是你生命最好的伴 突然间离开了 对 她是非常有人性的 一起生活 一起睡觉 这样 有时候有的话 吃你的 我说今天 我的妈妈 是 你生命最好的 你人生命最好 那我看 你直接吃 我才 magnifier 你 不过 我说海 我说海 你 就是 你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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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